大家好,今天小玉要跟大家介绍A纯代理人3.0 在前面两集,小玉跟大家介绍的法国有机种植的田菊叶萃取Stevis 有了新人体测试报告 除了原本的只需要2%Stevis28天后 即可有效改善皱纹的面积和长度达16.5%和17% 新测试报告显示2%Stevis28天 还能有效增加肌肤均匀度达4.8% 而是一位受测者中其中一位效果最好的还能达到35.7%呢 此外,斑点减少测试2%Stevis28天 降低斑点达3.3% 效果最好的还能达到斑点减少达13.2% 所以Stevis可同时运用在康尔化、美白 抗发炎的产品中,Stevis运用着Fenobio亚连接水炊的专有技术 可以萃取从非极性到极性权成分 相比干油和水萃取方式 抗发炎和抗老化的绿原酸含量Stevis可以达到300个ppm 而干油和水萃取出的绿原酸含量只能取得不到100个ppm Fenobio亚连接水炊技术,可让厂商同时得到绿色和高效原料 此外,在之前的维他命A家族影片中我们提到 A醇必须要进入肌肤,转换成A酸 才能有效发挥其抗老化功效 而A醇成功转换成A酸的关键,则是肌肤中的RBP 当肌肤中的RBP含量充足时 便能有效地将A醇带到细胞中,转换成A酸 进行一连串的生理反应 然而肌肤中RBP含量会随着年纪逐渐减少 导致有些首年肌肤使用A醇时 不觉得有显著的刺激感 以及觉得效果不如预期 题外测试证实 0.01% Steves 即能有效提升肌肤中的RBP含量达18.2% 提高A醇生物利用率 并增加四黄醇相关基因RXRA与RARG表现量 使其与直接用A酸的生物或性相当 这使得我们可大幅降低配方中的A醇 减少可能引起的副作用 或是解决首年肌肤使用A醇相关产品 效果不脏的问题 此外,Steves 也能减少A醇会导致的粗发炎因子 COX2表现量,大幅减少敏感问题 好啦,今天小于介绍法国有机种植的甜菊叶萃取Steves 到这儿 我们下次见,拜拜啰